我最后拿回来将近一百万 我创造出来了投暴力百分之两百 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菲律宾游学的达人Ricky 那今天呢 不是要跟各位分享 去菲律宾学英文的优缺点 而是要跟你们分享 我在菲律宾投资房地产的一些经验 那如果未来你们有机会去菲律宾 不论是去学英文 去旅游 去工作甚至创业 都可以考虑在那边投资资产 也许会有不错的投暴率哦 会跟菲律宾结缘 是因为我在2010年的时候 去马尼拉府教育提代议 那当时就对马尼拉的 整个城市的繁荣啊 很气派的印象很深刻 那后来才知道 菲律宾其实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 的确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 跟我们印象中一样很穷 很脏很乱 可是也经过了这么多年 在他们的政府 还有集团 缜密的规划造证的情况下 现在在马尼拉的市区 它的五星级的饭店 百货商场 Mall也随处可见 2015年 我因为出差 探亲的关系 很常去菲律宾 那当时呢 就去菲律宾的马尼拉的湾区 那个时候除了有最大的百货商场 Mall of HR以外 它的周边还有小巨蛋 会展中心 以及四五间大型的赌场 正是大兴土木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它的Mall里面 也看到很多预售屋的贩售的广告 我也去参观他们的样品屋 那时候我就觉得 马尼拉湾区 除了有这些重大建设的利多 还有一个交通建设的利多 它当时正在新建快速道路 那当快速道路新建好之后 从马尼拉湾区到机场 只要十分钟 所以距离相当方便 那这个地方呢 除了会有很多的观光啊 旅游的人口以外 这些博弈产业 也会有很多的员工进驻 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租屋的刚需 因此那时候也萌生了 投资菲律宾房地产的想法 菲律宾套房小小的 大概只有七八平 那总价换算下来 大约两百万台币上下 等于说一平要二十五到三十万 乍听之下 好像没有比台湾便宜多少 可是主要是这边的套房 平数小 那又可以作为Airbnb的旅馆 或者是当作当地员工的宿舍 那租金的收益都很不错 因此我决定投资 菲律宾预售屋的付款方式都不一样 每一个建商 每一个建案都有不一样的规定 那以我购买的这个 SMDC的案子为例 它的当时的房价是两百万 那我们的投期款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四十万 要在盖了这四年陆续缴清 这四年等于说一年只要缴十万块 一个月换算下来大概是八九千块台币 那我就把它当作定存 从2015年七月开始 一个月一个月的慢慢缴给建商 但是等到2019年 房子要完工交屋之前 我必须要一笔支付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尾款 也就是一百六十万 购屋之前 我必须想象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我在交屋之前就把房子卖掉 那我就有机会 从这四年之间的房价涨幅赚取价差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在要交屋的时候 把尾款付清 从台湾贷款 那我在用当地的房子收租金 来缴付台湾的贷款的 本金加利息 那最坏最坏的情况呢 就是如果我的房子 卖不出去 也租不出去 那我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 其实我当时对菲律宾的房地产 还是很乐观 而且我觉得这个贷款一两百万 我自己省一点 把时间拉长 其实还是有办法还住贷款 因此决定投资这个房子 2019年7月 我的房子就要交屋了 因此我请当地的顾问 在市场上问看看 这房子目前值多少钱 那时候正是弯曲赌场啊 快速道路完工的时候 波一产业前景一片大好 也吸引各国的外资进场投资 那我的顾问很快就帮我找到买家 愿意接受 我那时候心想真的是太幸运了 那这是我在海外投资的第一个房地产 也不想要自己压力太大 只要有赚钱 我就愿意卖 最后这个小套房 从2015年到2019年 房价涨幅将近50% 那我这几年陆续 每个月投入进去八九千块 三年半累计下来 大概三十几万 那最后我的房子卖掉 扣掉所有的成本啊 税啊 要给顾问的佣金 我最后拿回来将近一百万 我创造出来了投报率百分之两百 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了 获利了结之后 我再用赚到的钱 陆续投资第二间第三间房子 那到目前总共经手了六间房子 有的买乘屋 有的抢预售屋 那用乘屋收到的租金 去缴付预售屋的投稀款 我慢慢学会了用时间 加上本金 去滚出越来越多的房子 我很幸运在市场相对低点的时候 买到不错的物件 并且在房价高涨 大家追捧的时候 在高点把房子卖掉 创造出不错的投报率 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但是凭着自己对当地的了解 并且做了很多的功课 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些风险 那我归纳出 福利宾房地产有三个特色 一 总价低 二 投资收益不错 三 投资报酬率高 用小钱杠杆 创造不错的投资报酬率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请帮我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了解的 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会持续分享 我在菲律宾房地产 所做的功课 谢谢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投资以练用风险房地产 就让我陪生购钱 享用一口开说明书 进行聊 小铃铛 有时间 任由